什么样的超级工程 书写了中国冶金时代划张 什么样的责任担当 在异国他乡展现中国力量 什么呼救 说有一艘当地的渔船翻船了 马上决定改变航向 立即前往救人地点 看见二十多个人都在落水 这个有妇女有儿童 这份中国情怀 如何补写着中外的有意之歌 当地员工俄罗斯人 他的妈妈又说了一句话 好好学汉语 好好给他们干 一生在中野集团干 和中国人永远处好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 国之自喜之 冶金建设强国梦正在播出 冶金是指从矿物中提炼金属 利用科学工艺制造出具有特殊性能金属材料的过程 而在冶金提炼的过程中 冶金建设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 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冶金建设 冶金就无从谈起 没有冶金建设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会大打折 更为一股 能够为世界冶金行业 钢铁行业 建筑行业 做出巨大贡献的注意力 这里是陕西卫视为您播出的国之自信 我是主持人旭东 我们的口号是 看国之自信 量大国强烟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讲述的主题 叫做冶金建设强国梦 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在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可能跟我想出一个同样的问题 什么是冶金建设 究竟是不是它和短片中说的一样 对我们国家来说如此的重要呢 那么究竟冶金建设 又承载着一个什么样的强国梦呢 冶金建设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总工程师 全国冶金建设行业高级技术专家 和建筑业企业英秀总工程师 近年来 它见证了中国冶金建设的飞速发展 更是在中国冶金建设技术 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见证了来自世界各个的青睐与赞誉 那么今天它的到来 又会为我们讲述 中国冶金建设怎样的强国之梦呢 欢迎来到国之自信 节目一开始先给咱们举列一下吧 咱们中野集团建造过哪些 我们可能听过的中国的冶金项目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 70年的中野发展的历史 我们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上个世纪我们建国初期到70年代 这段时间呢 我们主要是以鞍钢的恢复重建 当时建立的武钢 建立的这个包头钢铁 我们建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以苏联的技术体系为主的 这么一个建设时期 第二个时期呢 是以70年代末到2000年 这段时间呢 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 以宝山上海的这个宝钢 引进日本的技术为主 到了90年代 我们更多的引进了西方的技术 这个段时间呢 主要是消化吸收 第三个阶段 2000年以后 这个阶段呢 是整个中国的钢铁工业快速发展 同时呢 也是终于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 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可以 这个比较典型的 我们的业绩 有这个宝钢的湛江 这个全球瞩目的 千万吨级的钢铁的项目 也代表了世界最现代化 最绿色化的 这么钢铁的理念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走出国门的 越南台硕钢铁的项目 也是千万吨级的钢铁的这个项目 也完整的由中野呢 做总体设计 核心的装备 以及很多的这个施工的工作 另外还包括这个在印度市场 我们正在建设的全球 在建的最大的 5870立方米的 特打新的这个高路的项目 等等 所以回顾整个过去70年的这个风风雨雨 我们几乎国内的 绝大部分的这个大宗型的钢铁项目 都是由中野来承担的 那么到今天呢 全世界我们有很多海外的钢铁的客户 也越来越多的选择了 咱们中国建筑工程行业的最高奖项 咱们的鲁班奖 但是这鲁班奖 这个是建筑行业的奖啊 听上去好像跟咱们冶金建设 没有什么关系啊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咱们中野集团能拿到鲁班奖呢 除了我们在钢铁啊 几十年的工业的积累 同时呢 我们在城市建设 在新兴领域 我们都有中野自身的特色 也取得了很多这个傲人的这个成绩 其中呢 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鸟巢 我们知道的北京的这个燕溪湖会展中心 还有这个深圳的十字门 以及我们熟知的老百姓比较熟知的这个上海的迪士尼 新加坡的这个环球影城 以及我们正在建设的北京的环球影城 我们中野呢都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所以正是因为在这些领域里面做出了这个成绩 所以我们获得了无数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各种奖项 那吴老师 您听完就是萧总跟我们描述之后 对于咱们中国野精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呢 是的 可以说是四个字 脑洞大开 本来我对于我们野精建设的理解呢 其实就是俩字 野精就是提炼金属 没有想很多 但是经过了解 确确实实觉得我们中国的野精建设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的脚步应该是同频共振 再说的准确一点 如果说我们国家的野精建设水平非常低 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钢铁制造业 基本上没有可能出现 那怎么会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具体来说 您讲啊从共和国之初 第一个项目我们是安钢 安钢是什么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钢铁的摇篮 第二个项目是武钢 那是苏联元建我们第一个联合的钢铁企业 第三个跟我关系特别密切 因为我老家是内蒙古 第三个是草原钢城市包钢 其实我这样数下来 我们的中野不仅是为我们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壮大贡献了力量 其实也是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市它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再往生地说由于我们中野给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份自豪 那后来您也介绍了之后 其实我们的中野也在不断地转型 跟着我们共和国的经济在转型的一个步伐 我们也在同时转型 因为如果说不转型 我们有可能就会躺在过去的成绩单上睡觉 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企业是走不到今天 为我们国家的服务和建设提供的这种动能就会少很多 所以中野集团真的是值得我们点赞 也的的句句 他们应该好好地自豪一下 谢谢 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美好生活需求 中野集团与时俱进 提出了做冶金建设国家队 基本建设主力军 新兴产业领跑者 坚持走高科技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战略定位 在陕西西安地下综合馆 面对机遇 他们如何在全世界展现中国速度 业主都不敢相信 因为我们相比西方企业 期前三年到四年 上交了一个世界性的著名工程 毫无暗笔 他们怎样尽全力创下中国口碑 没有一家企业用18到20个月完成过 西方企业用4到6年 侠干义胆 他们如何奋不顾身拯救外国友人 改变航向 立即前往救人地点 看见二十多个人都在落水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 国知自信之 冶金建设强国梦 马上播出 中国冶金的建设实力 我从事了海多海外项目 我们的中业集团的子企业 也建设了新加坡Universal Studio 叫环球影城 我们还在一带一路沿线 做了很多的海外项目 中业集团也践行社会责任 我们从巴布亚新俊内亚 学生营救国外遇险的老百姓 再到为当地人民建设学校 建设医院 再把世界第一送出波门 杀干海外 这些成绩的背后 我们赢得了尊重 也赢得了友谊 这成绩的背后 包含着中业人 和中国人的青春 泪水 血汗 甚至生命 但是一带一路大路 正向着我们招来 我们无论付出了什么 我们都将无怨无悔 因为我们是中业人 更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 徐永杰 中业集团海外部部长 中业国际工程集团党委书记 自1985年第一次走出国门 至今已从事海外业务30多年 主持过多个海外项目的开发和管理 拥有丰富的海外项目运作经验 时至今日 徐永杰依然清晰记得 自己第一次被赋予使命 走出国门的那段时光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 徐永杰同中国冶金建设者一起 不如使命 为了中国冶金建设走向世界 而奋发图强 刚才听了您的这个演讲 听得我是热血澎湃 您到现在都非常清楚地记得 第一天踏出国门的那个日子 没记错的话是1985年 是的 我第一次走出国门 是1985年的10月31号 这个集团派遣我去科威特工作 中叶集团作为第一批 这个走出去的央企 去国外为国家赚取外汇 这个学习技术提升管理 那么一个阶段 那个阶段是应该是一个 艰苦创业的阶段 正像我们集团萧总说的那样 中国钢铁工业也是一个 几个阶段发展过来的 的确咱们现在在国际上 有很多知名的项目 都是咱们中叶主持建设的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许总 有哪些咱们知道的项目 是中叶建设的呢 在马来西亚关丹工业园区 这是中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 在关丹建设的一个工业园区 第一个重点项目 就是中叶集团 从土到尾设计建设的 叫马来西亚关丹 三百五十万吨综合钢厂项目 这个项目呢 这个当地政府和我们的业主提出来 希望能够用一年多的时间 能够建成 我带着澳大利亚的业主 澳大利亚的朋友 去过我们的现场 这个 他看到我们现场的场景 看了我们的视频 看了现场的进度 安排 质量技术 他就说 徐先生 这样的一个项目 你们中叶集团计划 什么时间完成 我说 部分投产 大约一年 全部投产 大约一年半的时间 他说 在澳大利亚 还有加拿大的客人 加拿大 伊朗 这样的钢铁厂 从土到尾 大约八到十年 这是中叶集团 给世界同行 告诉他们 中叶集团不光有技术 还有中国速度 也有中国质量 也有中国装备 这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对 的确 就让我想起来 刚才徐总在演讲中 说到 我们是中野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中国人 其实刚才跟萧总聊的时候 也聊到了 新加坡的环球影城 很多朋友去那的时候 可能就是冲着这个影城去玩的 但是可能大家都不会想象得到 原来这里头也有咱们这个中野集团的影子 那徐总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当时是怎么拿下这个项目的 这个新加坡环球影城英文叫 Singapore Universal Studio 这是美国的环球影城公司 在全世界建设的第四个环球影城 这个马来西云顶集团投资 当时选择这个承建商的时候 他们提出了一个条件 第一个 速度要快 第二个 质量要好 第三个呢 最终要获得同行的高度认可 速度要快 什么时间呢 要18个月 不超过20个月完成任务 质量要好 要经得起 未来10年20年的考验 同行前面有三个环球影城 你建设起来以后 通过比较 你要比他们建得好 就这个条件 一般企业不敢应战 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啊 对 这个标准呢 尤其是18个月完成 20个月完成 我给大家顺便说一声 前三个环球影城 在其他国家建设的 都用了4到6年 这个新加坡的政府和业主 为什么希望 用一年半20个月 把它建设成 主要还是新加坡 给予进行这种升级转型 尽快获得收益 再在新加坡的 Santosa岛上 一个标志性的项目 吸引游客 提升国际水平 提升国际能力 这么一个考虑 是的 这个地方我是去过的 印象非常深刻 对 而且呢 同去的大家都就 好兴奋 好兴奋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这么大一个面积 在18到20个月 很短的时间就把它建成了 其实我觉得这些业主啊 也特别有眼光 他真的敢给咱们提这个要求 也确实应了咱们那句老话 能者多劳 我们就把这硬骨头给啃下来了 对 而且到现在呢 都还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这个项目 我们当年中学集团拿这个项目的时候 也是经历了激烈的竞争 也经历了各种准备 也有一些担心 因为毕竟这样的项目的历史上 没有一家企业 用18到20个月完成过 西方企业用4到6年 我们要满足业主的要求怎么办 就是要用科学技术 精心准备 那每天要把事情干好 就是不能懈怠 用这种精神和业主精确的配合 国内呢精心准备 这个项目绝不是在新加坡 单在新加坡完成的 国内在上海进行设计组装 人员全世界调动 当地的办事处 精心组织当地资源 集团全力支持 整个的团队最终用了18个月 完成的这个项目 业主啊都不敢相信 我相信现在业主和游客都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相比西方企业 期前三年到四年 上交了一个世界性的著名工程 这也是一个中野集团标志性的工程 那其实刚才许总啊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咱们中野集团 在海外建设时发生的故事 那不知道肖总您印象深刻的故事有什么呢 那个回顾我自身啊 亲身参与的这个海外的项目里面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这个05年 我们参与的这个巴西的 阿斯密拉斯的一个钢铁公司的 一个建设的项目 那个项目呢 也是我们走出海外的第一次的 完整的把中国的成套的钢铁技术 带到海外 而且一带就带到了 我们遥远的南美的巴西 我们知道巴西和中国之间 时间差不多是12个小时 所以呢 我们在巴西工作的时候 往往会让巴西的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客户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他们都会惊讶 说中国人的速度为什么这么快 头一天提的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第二天 马上就有了解决的方案 我们当时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说 我说我们中国的 MCC的服务是24小时的 他们说不理解 为什么24小时 我说因为我们现场的团队 我们白天跟解决所有现场的问题 可是你们别忘了 我们在千里之外 在万里之外 在中国 我们还有我们的技术团队 还有我们的工程师团队 你们所有的问题 在你们睡觉的时候 在世界的另外一方 默默地在为大家 提出更多的更好的 解决的方案 这就是我们把中国的技术 不但是把最新鲜的技术 带到全球 而且把我们的服务 24小时的 MCC的 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 带到了全球 其实刚才有一个问题 我本来想问他们 但是听完他的表述之后 我觉得没什么好问的了 因为其实网上有一些质疑 就说为什么人家国家 三年五年 咱们一年半就能完成 人家是慢工出细活 我们这么快的速度 会不会造成一些质量问题呢 但是其实通过刚才 许总肖总的解答 我发现 其实咱们中野 在建造这些项目的时候 它有一个非常创新的理念 还有管理系统 这些中国效率 代表着怎样的国之自信 这个我去建设山大克的时候 那还是一个小的村庄 现在山大克 已经从一个小的村庄 变成了一座城市 可以容纳员工家属 服务人员 上万人的城市 而原先只有几百人 这些中国经验 怎样持续造福着地方百姓 给他们盖去了小学 初中 我们建设了医院 给大家看病 我们修建了公路 我们给大家送水 送这个纯净的水 就是处理过的水 让大家喝 这份中国情怀 如何图写着中外的 有意之歌 当地员工 俄罗斯人 他的妈妈 做饭的时候不小心 把他们家的房子给烧了 党支部开会 党员带头捐款 跟随建设一座小房子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国之自信之 冶金建设强国梦 马上播出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这两年 咱们中野集团 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多 和当地合作的一些项目 所以我就想知道 咱们常说文化冲突 很多时候 这个语言也不通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那么咱们和这些 国外的这些建设友人 之间发生过什么 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这样的故事非常多 中野集团在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处 秘鲁之省 一个非常落后 偏远的地区 我其中有三个月 在四十度的高温下 我们中国员工 和巴基斯坦员工一样 没有空调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几乎是寸草不生 见不到绿色 也没有蔬菜 大家克服了种种的困难 和中巴工人一起 建设了巴基斯坦 山达克 铜金野炼厂 我们去的时候 这个没有医院 没有学校 没有自来水 没有这个 没有公路 怎么办 我们山达克的 项目团队 集团领导 就是如何 践行社会责任 我们解决了 许多问题 怎么解决呢 第一 先办教育 中学集团出钱 给他们盖去了小学 初中 吸纳当地村民 以及在当地工作的员工 子女上学 收取数百份 其他什么钱也不收 我们建设了医院 给大家看病 有中国医生 有巴基斯坦的医生 我们修建了公路 我们建设了 我们给大家送水 送这个纯净的水 就是处理过的水 让大家喝 使大家当地居民 减少了疾病率 因为这个项目呢 也是一个相对不安全的地区 靠近阿富汗和伊朗 这个当地的村民 当地的工人 当地的家属 自发的来保护中国人 保护中叶集团的员工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工厂 是他们自己的工厂 是他们来生存的来源 所以他们和中叶人 一起把它当成了家园 中叶人又把它当成了家园 这个我去建设山大克的时候 那还是一个小的村庄 现在山大克 已经从一个小的村庄 变成了一座城市 可以容纳员工家属 服务人员 上万人的城市 而原先只有几百人 所以我作为一个建设山大克的中叶人 我非常自豪 巴基斯坦人有一句话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MCC 什么意思 MCC 不简单 外国人有一句话 中国人了不起 而这些话 我们获得这样的荣誉 获得这样的支持 获得这样的赞美 是这么多年 中叶人 其他从事各个行业的中国人 一起努力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感谢大家 感谢各位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但是其实 我觉得 可能更多的是 我们需要感谢每一个 像中叶集团 他们团队中的 每一个普通人 他们所做出的一份 微薄的力量 那其实 吴老师 刚才听我们的二位 介绍了这么多 有关于咱们中叶集团的 一些这些例子 我想到了 咱们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真的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倡议 因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 我们的设施联通 还有我们的民心相通 在这一点上 可以说咱们中叶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帮助当地的百姓 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还有好多的故事 民心相通的故事 这个中叶集团 下属企业 中国二十二爷 在俄罗斯 圣彼得堡 从事许多业务 这个二十二爷的 项目经理叫张爽 这个小伙子 我见过 我这是去到现场 听到的故事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有一个员工啊 我忘了他的名字了 是当地员工 俄罗斯人 他一段时间 闷闷不落 就情绪不高涨 工作不顾积极 张爽同志 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询问他 加勒出了什么事情 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 还是待遇低了 他就说 前一段时间 他的妈妈 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啊 把他们家的房子 给烧了 就现在应该是 无家可归 这个状态 晚上住在室外 张爽这一听啊 感觉到 那咱们的员工 俄罗斯员工 也是MCC的员工 中叶集团的员工 马上和中方员工 开了一个会 怎么办 大家共同提议 先给他的母亲父亲 送去迷面油 然后大家马上 这个党支部开会 党员带头捐款 捐一些钱 在项目上 能不能捐一些 剩余的木料 抽时间 利用周六周日 送过去 再周时间 跟随建设一座小房子 让他们有房子住 张爽同志 带着相簿的同志 还有也有当地员工 一起把这个捐献的钱 送给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双手 这个竖起大拇指 所以中国人了不起 所以中国人 是我们的兄弟 是我们的朋友 这样的故事啊 所以我们这个俄罗斯员工啊 感觉到这样 他的妈妈又说了一句话 你就好好给中叶集团干吧 好好学汉语 好好给他们干 一生在中叶集团干 和中国人永远处好 永远友好 中国人的热情 友好 善良 被世界所接纳 中国人骨子里的拼劲 获得了国外有人的高度认可 如果说 中国人热情友好的美誉 已经传遍全世界 那么中国人临危不惧 狭干意乃的精神 更是让许许多多的外国人 知道了China 中国 这两个字的 更为深人的含义 这个是发生在巴巴亚新吉利亚 中叶集团呢 在巴巴亚新吉利亚的项目经理高总 陪同这个中国驻巴巴亚新吉利亚的参赞 留参赞 去项目上去现场开工作会议 开完会议后 坐这个我们项目部的这个船 回到这个首都 摩尔比斯港 在回途当中 因为这个船长是当地人 他听到了呼救的信号 他马上来报告 向这个刘三战 向高总汇报 说有呼救的信号 离这儿不是很远 什么呼救 说有一艘当地的渔船翻船了 因为在巴巴亚新吉利亚呢 在当时 就去年十月份 还没有国家救援的力量 比如说国家有一个巡逻船 有什么人掉水了 马上救起 没有这个力量 这个刘三战和高总 马上决定改变航向 立即前往救人地点 在船上的同志做好准备 赶过去以后 看见二十多个人都在落水 这个有妇女有儿童 有的人都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的人员和大家一起 船上的人 包括三战和这个高总 一起把大家这些落水者救上船 一个一个救上船 救上船以后 改变形成 先送往医院 快速送往医院 送到医院以后 都让医院安排好了以后 我们的参赞 我们的高总 才回到住处 第二天 巴新的应该是郭明报 把这个情况进行了报道 就是中资企业 MCC 就是这个包括中国使馆 这个改变形成 永久当地居民 这样传为一家话 你说一个企业在当地投资 是吧 在当地开发国际业务 如果当地人民这样爱戴你 拥护你 主要是你对他们的尊重 对当地做出的贡献 当然在巴比亚新纪里面 我们也做了很多 践行着好多的社会责任 当地人民 当地政府 也看好了中野集团 也看好了中野人 也相信中国人 其实刚才徐东讲了很多故事 不仅代表的是中野集团 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中国 中野集团这样的国企 一个一个地走出去 用一个一个地项目 告诉那些国家 我们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我们给你们修路 我们给你们经验 我们还要帮你们建医院 建学校 这样才真的做到了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心相通 才能够帮助一带一路倡议 真的在其他国家 也是让百姓感觉到 能够给他们带来福祉 放眼世界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既有技术又有资金 还有这么多肯默默奉献的 中国工人帮助他们去建设家园 所以我想中野集团 在一带一路上 你们每一滴汗水 你们每一天的奉献 真的不仅是为了你们的使命 你们的责任 真的是在给中国形象加分 我想越来越多的 像中野集团这样的企业 做出一个又一个更好的项目 其实也真的是给世界的老百姓 都在造福 所以向你们致敬 辛苦了 但是你们辛苦换来的东西 真的我觉得特别的自豪 也是满满的成就感吧 谢谢 是 有成就感 没错 那其实我觉得 咱们今天讲了很多 中野过去的成绩 辉煌 了不起 我们未来的计划 现在也已经慢慢地在铺开 我相信这是一个 非常向好的一个发展的时代 那别请二位呢 能不能有一些愿情 来在这儿跟我们提一下 希望未来咱们中野 咱们中国的这个冶金建设 能够走向一个什么方向呢 非常幸运 能够在这个时代 见证这个中国钢铁的 这个飞速的跨越式的发展 从过去呢 这个到我们大量的需要进口装备 到我们今天这个大量的中国的新鲜的 最先进的技术走向海外 我也希望呢就是未来中国呢 在世界的钢铁走向绿色化 走向智能化 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的这个脚步上 终于也能够做更多的贡献 我相信呢 我们中野集团和其他中央企业一样 就应该在高技术 高质量 高速度上 去体现大国水平 体现工匠精神 体现国之自信 我相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 中野集团和其他央企业一起 已一定会创造更多标杆性的工程 留下更好的回忆 留下更好的友谊 按照共商 共建 共享这样的原则 在未来的涉事联通 民心相通当中 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我从海外业务有三十多年了 这个有好多老前辈 也有好多年轻人 我们要继续按照这个倡议 在一带一路的大路上继续前进 感谢我们自己的家人 感谢中野集团 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 感谢伟大的倡议 感谢我们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谢谢 在咱们中国呢 有一句话 至何者不以山海为远 意思是说啊 这个志向相同的人呢 其实不管是千山万水 距离都不是问题 而今天呢 在我们的中野人身上呢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 我们已经把我们国家的 冶金建设的标准 我们的志向和当地人的志向呢 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真正地把我们国家 应该有的中国质量和中国速度 带到了全世界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每一位 为我们国之自信这四个字 奉献力量的普通的工作员工 谢谢你们为我们的国家 付出的力量 谢谢 好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陕西卫视为您播出的国之自信 那么也希望呢 大家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国之自信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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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